連岸關係要再度緊張了嗎 中國福建海警宣布 在金門海域執行常態化執法巡航 甚至還PO出影片 用閩南化驅離我國海巡 中國此時公布影片 施壓意味相當濃厚 而且還趁著國民黨立委訪團 剛回台灣沒多久 絲毫不給面子 中國才宣布開放福建民眾 赴馬祖旅遊 卻又在金門海域強硬執法 或許跟2月份的 三無船隻翻覆事件有關係 暗示或提醒金門 以及我們的中央政府說 為什麼金門不開放這次的 這個旅遊名單當中呢 主要的原因就是台灣在海巡問題上面 不做讓步 用這種方式迂迴的施壓 中國持續核戰兩手策略 但藍營立委所帶回的成果 除了開放馬祖觀光 還有農產品書往對岸 以讓知名兩岸關係學者趙春山 看到了春暖花開的一點可能性 我認為現在是個很好的時機 它是一個契機 但是你搞不好的話 它就會變成一個危機了 我相信自己都希望快速恢復 這個所謂健康陸續的交流 但是前提是在北京 不要設下任何的條件 中國釋出交流善意 但民進黨政府持續堅持立場 不能為了有更多互動 犧牲掉台灣的主權 環宇新聞 宋俊 吳翁宇 柯芷林 李鼎強 台北採訪報導 請訂閱 按讚 分享環宇新聞YouTube頻道 並打開小鈴鐺 及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